说到社会主义国家 想必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咱们中国 首先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国有上下5000年历史优秀的文化 如今是世界第一大外貌出口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也是众多国际组织不可缺少的成员 更被认为是亚超级大国 相信对于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 各位比我更为熟悉和了解 在此就不赘述 那么除了我们国家 大家还知道哪些社会主义国家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其他的另外四个 它们也是各有特色 越南位于东南亚 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 比云南省略小 人口9550万 历史上越南曾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后来从中国脱离了出去 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附属国的身份存在 西方殖民时期 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族权 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945年 越南摆脱殖民统治独立 之后一年越南南被统一 越南旅游志愿丰富 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 有五处风景名胜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首都河内宁静行时 充满了社会主义特色 胡志明市遗留了大量的法式建筑 充满了法式风情 下龙湾被誉为海上桂林 雅庄是一座风情万种的海边城市 而美赖是风筝冲乱者的旅游天堂 老挝也是位于东南亚 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 面积为23.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广西壮族之地的大小 老挝的人口为706万 历史上老挝曾经是法国、日本、美国的殖民地 直到1975年 老挝才彻底摆脱了外来侵略者 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主国家 身处东南亚内陆的老挝 境内80%是山地和高原 且多倍森林覆盖 由印度自那屋己之称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优势的生活 使得老挝宛如一个室外天堂 万象是老挝的首都 面积为3920平方公里 人口为85万 万象是一座历史古虫 是16世纪中叶 沙塔提纳国王 从南博拉班迁都于此以后 这里一直是老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万象意为檀木之虫 据传此前这里生产檀木 万象位于魅公河中游 北岸的河谷平原上 隔着河与泰国相望 由于城市沿着魅公河岸边 延伸发展成新月形 因此万象又有月亮城之中 万象是老挝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朝鲜位于东亚朝鲜半岛的北部 和中国、俄罗斯、韩国陆上接壤 面积为12.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我国福建省的大小 朝鲜的人口为2555万 朝鲜历史上很长时间都臣服于中国 就连朝鲜的国民都是朱元璋所赐 由于执行半封闭的政策 朝鲜在国际社会极具神秘色彩 外界对于朝鲜的真实面貌知之甚少 而这种神秘感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它的旅游业发展 朝鲜半岛曾被誉为三千里锦绣江山 上的半壁江山的朝鲜自然是风光以理 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现在依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朝鲜 还需要平票购买 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也是一样的 如今很多中道年中国人会来到朝鲜追忆过往 而年轻人则被朝鲜的神秘感所吸引 想要来这里亲自感受 最后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古巴 它是北美洲的岛国 屋于墨西哥湾南岸加勒比海北部 它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 编辑为11万平方公里 稍小于我国的福建省 古巴的人口为1150万 古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亚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大部分地区第四平坦 中东部是山地 西北部多丘里 它是一个有特色的农业国家 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 适合农木药的发展 除了出产甘蔗 烟草 热带水果 水稻 咖啡 可可等 55%的耕地 用于柱子甘蔗 是世界上主要的产糖国之一 其糖产量占世界糖产量到7%以上 人均糖产量居世界首位 被誉为世界糖冠 此外 古巴的医疗水平和民众的实质率都居世界前列 让古巴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 它们各具特色 好的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